近日,在中国台湾举行的2023年台湾经济展望论坛上,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发表了一番引起广泛关注的演讲。 他表示,在芯片制造技术方面,大陆比台湾落后5-6年,并预测未来10年内不会有改变。 他还指出,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,全球化已经死亡,自由贸易正面临危险。 张忠谋是被誉为芯片大王、半导体教父的台湾最具影响力的企业家之一。 1987年,他在台湾创办了全球第一家芯片代工企业,台积电,历经数十年的发展。 台积电成为了全球芯片代工领域的世界第一,三星和英特尔都无法提敌。 张忠谋认为,在芯片制造技术方面,大陆虽然有所进步,但仍然与台湾存在较大差距。 他说,我不认为大陆能够赶上台湾。 他解释说,我们每天都在进步,他还表示,我们不会放松。 张忠谋同时也对当前的国际形势,表达了担忧。 他说,毫无疑问,在芯片领域中至少是这样,全球化已经死亡。 他指出,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。 他认为,自由贸易正面临危险。 张忠谋呼吁企业要加强合作和创新,并保持对高科技产业的投入和支持。 我们不能停止前进。 他说,我们必须继续提高竞争力。 张忠谋的演讲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。 有人赞扬他是半导体界的传奇。 有人质疑他是政治立场影响了商业判断。 也有人期待他能够促进两岸交流与合作。 您对张忠谋的观点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留言分享您的想法。